由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陈振华副局长率领的政府企业代表团 于2017年10月31号出席了在万锦市西尔顿酒店主办的 品字标浙江制造品牌交流对接会 加拿大政府官员、本地科技精英、各界知名人士、知名商企代表及媒体单位出席了当天的活动 本次活动的主办方加拿大文化产业发展促进会会长陆林在致此中表示 代表团的出访和交流将会更好地了解加拿大在高新技术、装备制造和金融市场等方面的优势 推动两地的深入合作和交流 此次活动除了推广浙江制造这么一个品牌 同时也有着两地企业之间强烈的渴求合作与交流的这么一个深远的意义 那么通过这次活动的交流促进了品牌 浙江制造这个品牌在我们加拿大、多伦多的这种广泛的认知 从而加强两地企业间的一些在技术、装备制造和生产技术方面的一些交流 那么走出去引进来是双方政府都希望做到的 也是我们这个浙江的一些企业非常渴求的一种资源的一种交流与互补 浙江省浙江制造品牌建设促进会书英刚理事长 向参会人员介绍了浙江制造的区域品牌形象 浙江制造它从两个方面来实现 一个它的产品标准是按照国际最先进的产品作为标杆 第二它的管理也是按照世界通行的主要绩效管理作为标的 所以浙江是好企业的好产品 向着国际一流的品牌建设推进 那么我们浙江制造品牌建设促进会 这次带队我带队到加拿大来 主要是寻求跟加拿大当地科研企业的这种结合 在随后的签约仪式上 舒英刚理事长、陆林会长分别代表浙江省浙江制造品牌建设促进会 与加拿大文化产业发展促进会签署合作备忘录 与会各方都希望能据此建立更加紧密的交流机制 在智能制造、节能环保、生物制药、新能源和新材料等方面 率先开展具体的项目合作 加拿大国际电视台报道